今天是2024年9月2日 和大家報報到目前為止 在巴黎舉行的殘奧會獎牌情況 中國仍以33面金牌 27面銀牌 11面銅牌 總共是71面獎牌 排在第一位 然後在英國 23面金 12面銀 8面銅 43面 獎牌排在第二位 美國追上來了 現在是8金11面銀 和8銅 排在第三位 獎牌的數目是27 有好幾個是27的獎牌 包括巴西 黑蘭 有27面獎牌 我們繼續看下一個 巴西 8金4銀15面銅 法國 6金9銀11面銅 法國 作為主辦國家 他現在在金牌榜排第五 如果是獎牌榜排第六 澳洲 六金六銀十面銅 那獎牌榜排第六 然後是七 然後是可蘭 六金二銀二銅 十面獎牌 義大利五金 四銀 九銅 五金 三銀 三銅 瑞士四金 一銀 一銅 烏克蘭 三金 十銀 十四銅 因為戰爭問題做了很多殘缺人士 他們可以參加獎牌 雖然如此小的國家 他的獎牌榜是排第三 然後有土耳其三金 五銀 二銅 西班牙三金 三銀 九銅 Columbia 三金 二銀 四銅 以色列 三金 一銀 二銅 Slovakia 三金 一銀 五銅 下一個就是 荷蘭 三金 令銀 三銅 三銅 五銅 More 五銀 四銀 三銀 五銀 面四銀�等 四銀 六銀